哎 岳云鹏呢 死活就说不出你的一个缺点来 没有缺点 有 他刚才说了最后 什么呀 你好色 他不好吗 哎 回忆和你讲吧 两个人情投一合 臭味相对 是啊 不是一家人不定一个门吗 对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要站出红须 没出 都好色 哈婶儿 哈婶儿 我们都好色 继续选择 好 我们看下一题之前 先来问一下小月月 你觉得自己长得怎么样 那一般为什么老自拍呀 没事 这个我自拍呀 不是觉得自己帅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种自嘲 说自己很精神很帅 其实就没有办法 不可能帅 你自拍的时候会找角度吗 比如说你哪个角度 会显得脸比较瘦一点 所有角度都一样 如果给你的机会 摸皮 摸得好狠 没有还有瘦脸功能呢 瘦脸 还可以放大眼睛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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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好 那我们下一题来了 孙的人该怎么哦 还是孙的人该怎么哦 你说的 要选择 必须要选择啊 对对对 长得不好看的吧 是啊月月 你们不知道 什么漂亮丑的不存在 我们非洲有独立的审美观 女人是否白净 非洲还比白净 非洲有白净的吗 非洲有白净的吗 非洲人 亚洲人他排水 非洲人他他他他他鲜汤 所以我们非洲女孩也追一起玩 嫁人的时候还能脱要踩脸 今儿我就教你一笔翻 也是正色的亮相 不是说的一遍 你踩下来 走透了 见不见你 每天晚上啊 我在身上啊 大概一两个小时啊 白天晒黑啊 晚上一晓啊 几乎就啊 有点半白 我们法师有话要说 我觉得呢 身体打伏 受之父母 不堪毁伤 笑之食也 所有的朋友们少去整容 动刀的时候会有一种刀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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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日常生活就这个沙 很多天上 地上 年上 月上 日上 时上 流星 还有一上美容的时候 小心碰到刀身上 别人美着双眼皮上 那不得了 如果碰到他身上 眼睛一开 变成金刚 目眼 我就一个徒弟 美容美失败了 最后曾经病了 所以好美为妙 是吗 是吗 李老师 我在整容这件事上的看法呀 就是 雪中送炭的可以 锦上添花的就不必 举个例子 前些年有一个女孩去应聘 几十家 几百家 都因为长假不要她 做了一个美容手术 这就属于雪中送炭 如果你已经都挺好看的了 为什么还要再去锦上添花 是吧 跑到韩国去 弄成金喜善 人长得各个色各样 丰富多彩 才有意思 这人的审美 会很不一样 不一定都是标准样的 对 整形就是要助人把形象弄好 但有一些人 喜欢顶上添花 问一字我可求 有两个星座 狮子座 天蝎座 大美人的星座 正爽 狮子座 反感情 被点起 没自信 就整形 天蝎座 想永远美下去 想永远战友美 想留住 因为青春有可能会掌心 很多年轻的女人 很喜欢把这个自己的 美得很像圣母疯一样的 她们搞错了 男人爱你啊 哪怕你只剩下了 两颗荷包蛋都没关系的 所以老板你不用 你不用太担心 看起来 感觉我 她说了 想什么 想荷包蛋 来 我没错跟你说 你不要接这么起 她收完荷包蛋 然后你收我名字 来来来 真的没错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 你真的是很荷包蛋 抱歉抱歉 为了表示对你的惬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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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